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中午11時49分這節目 今早大家又是虛驚一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驚過 我就沒有驚過 為什麼呢?不是說馬後炮 恆生指數一度叫做高開之後倒跌 然後現在又有近100點的升幅 看看開市的時候 恆指以今天是28248 昨天收市價 今天是28473 高開超過225點的情況之下 就做了全日的Day High 跟手就滾滾滾滾滾 全日的低位就在大概10點半左右見了 當時最低位28224點 現在在當位置又彈回大概130點左右 即是說最低的時候是跌過24點 好了 你說我為什麼不害怕 最主要因為兩顆數 那兩顆數你猜是甚麼? 是上證? 沒理由不害怕 上證到現在還未上升 上證現在跌了9點 2770點 那因為哪顆數呢? 難道因為成交? 成交現在半日近500億左右 可以喔 可以喔 有一點點味道 因為呢 過往四百五那些 就略嫌韌一點 現在呢 四百九 四億 給多9分鐘 它齊頭 500好吃 OK喔 中規中矩 合格 都不是這顆數 那兩顆數呢 好了 開股了 看見你們沒有人猜 哈哈 人民幣 離岸價格 6.8247 人民幣 在岸價格 6.8218 哇 過去這兩三天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善亡 過去這兩三天 人仔的匯價 現在呢 很多時候呢 我只是報離岸 很多時候 6.85 6.86 這到極 昨天下午呢 6.84幾 然後都縮回到6.85 咦 等等 今天 竟然可以6.8251 現在一直說 都還是6.8251 今天最高 你知道多少嗎 6.8012 6.8012 6.8012 那就是說呢 厲害啊 不要看小啊 人仔呢 能夠拯強 當然啦 這個其中之一的因素 可能是跟昨天的外匯報數有關 即是外匯儲備 靚仔數據 但是你不要忘記 隔夜呢 即是今早凌晨 那老侵呢 就出了第二招 就再加碼 接著又25%率 啊 竟然呢 OK 我們不用死 送人民幣靚仔了 啊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令到我好不擔心了 彷彿呢 在亂市裡面呢 令我感受到一股暖流 那個暖流呢 是甚麼呢 就是說你跌 你收窄 騙我不到啊 你人民幣有改善啊 就是說我不用想 什麽 什麽 藥人民幣爆布啊 之前 你記不記得上個禮拜尾啊 上個禮拜尾應該是禮拜五啦 我做無線啦 那時就是6.9的 跟手是呀 禮拜五啦 跟手一收市 人行就做了甚麼 遠期受匯那個 保證金的率呢 就升了去20% 就是周末的事來的嘛 對啦 上個禮拜五 6.9 現在今早那位6.80幾幾 那就是 成千點子喔 啊 厲害厲害 好了 那就是要關注甚麼呢 關注人仔 不要太離譜 外匯儲備有升 為何會利好人仔 簡單說 你想想 升 即是一來 那個走資情況不差 嚴格來說不是大走資 二來 我想第二個因素要趨使 那個外匯儲備升 就是人仔升值 因為裏面都有很多人仔 人仔不升不升 瞎的都見到啦 有客觀數據 我想最主要是沒有走資 不是沒有走資 應該說 走資不錯 不錯 不太離譜 這個解釋了 所以你問 OK啊 我今早沒怕過啊 就二啦 昨天 領軍的兩隻 中人香港太古地產 2388 1972 現在Touchwood 不是最厲害的 不是最厲害的 不過亦都這樣說 今天整體 低過有低過 但是現在呢 兩隻幾乎都平手了 中人香港現在升5個先 0.12個百分點 升幅數39.1 而太古地產 剛剛平手沒有升 31.1 你說怎麼這麼差 那你不要理 A股現在跌9點 恆指 亞球後期期 83點 是 有些東西是更厲害 但是這期 我真的不敢搏太aggressive 我不敢說要搏那些很堅抽的那些 今天金碟也會跌的 金碟最低位268 是見9.17 但是現在呢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現在金碟9.51 低位9.17 現在9.51 低位跌4 現在跌0.9 還差9格 還回本 所以某程度上 我覺得 如果你今天升400 我完全沒有交貨 那我就吃得了 但是情況就 OK了 升100 曾經跌過 現在三隻幾乎都平平水水 OK 昨天升多了 可能頂到一下 不過今天你見到的 恆生指數 你說 升其實 你說銀魚 有2.3的百分點 因為收市出業績 我不確定是中午還是收市 財險升2點幾 財險這期都很堅 金沙升1.3 碧桂園升1 然後恆生升1.4 騰訊升1.9 就這麼多了 到中規中矩 他今天的市場 沒有什麼可以給到 三四個百分點升福利 那還未有焦點 不過 如果你說今早 不過先宣傳一下 3083399 31083399 打電話過來 如果今早 你說要說焦點 還是油服 油服還是厲害 你譬如說什麼油服 按兩隻 其實 你說追 老實說 我覺得這些東西 有時升有時跌 中海油田服務 升8個百分點 升10個百分點 就飆了上來 跟手 油服的話 就934 這隻就是中石化貫德 升5.6個百分點 平時很多時候都會提 3337 安東油田服務 升6.4個百分點 大致是這樣 跟手 如果你說另外一個板塊 可能是燃氣股 1083 廣華燃氣 升2.3個百分點 跟手 還有一隻2688 新澳 升5.2個百分點 今天最主要就是炒這兩個板塊 當然恆生都很OK 恆生繼續升3元 但整體情況 燃氣和石油石化 石油石化 油服那方面 走勢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大家去看看 先看看你們的問題 因為 其實我不確定你們對於 燃氣石油石化有興趣 還是油服 好 好了 先回答一下問題 1347 華雄 昨天出了份業績 今早已經報過了 公布業績之後 是否要離開 如果25.3買入 暫時賺2.3 我會說不一定離開 因為 其實他真的不是炒業績 他從來都是 如果有芯片的概念 就會炒氣 但是你說現在 是否直搏 我會說絕對不直搏 留下 其實都隨時得過吉 你自己想想 究竟你是想 想留久一點點還是怎樣 情況 我覺得會暫時 一般 一般 好 跟著 2333 長勝汽車 這個人 他沒有說 他自己有沒有貨 但是 只問這隻股 其實 過去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其實今年以來 我想我 不下於九億次 說過 車股是不行的了 就算最得的吉利 都不行 所以我都會背 這句說話 七月份 長汽的汽車銷量跌了2成1 產量跌了6.5個百分點 其實 一隻這樣的股份 還有什麼價值呢 我真心想不到 你說 剛才車股 我看鏟銷 鏟銷 鏟銷 你又跌 銷你又跌 算把 不如 吃招 不如 真的 買一隻這樣 你猜 吉利都穿 不要說 說玩笑 其實吉利 鏟銷銷都帥氣 股價都要跌 那你長氣 鏟銷都不帥氣 你憑什麼 真的不知道憑什麼 所以我希望問那位 有些人兄 Joanna 是嗎 不是 Wilson Zhang 希望你沒有貨 1313 入了 怎麼辦 坐著 怎麼看 升穿9.25 祝你 1717 奧優 怎麼看 都OK 我曾經都跟朋友說過 當市好的時候 記住看它 現在不確定市好不好 但其實你也知道 因為它這一浪 人家反彈浪 它竟然可以升穿頂 基隆寶 強到 所以 有貨拿著 沒有貨就 冒險一下 我不阻礙你 挺值得欣賞的一隻股份 3323 中國建財 有貨就維持 走勢方面 還是OK 走勢方面 先看7月底的頂位 8到蚊為止 66 今天Goodbye today Not goodbye today 因為它隨時有缺 明白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 搞什麼呢 首先 過去很多的事故 造成 市場失望 造成有多少管理失當 個別的高管 引咎辭職 馬士亨留低 但做到年底 情況就是 你會發現 42元的位置穿 與不穿之間 其實現在這一刻 還是穿了 所以我會告訴你 那些位置穿 其實就是 碰碰波 這樣 碰碰 碰 碰 爆了下去 所以沒有 沒有東西值得留戀 你怎麼會買 你現在是很多管理室 當事故各樣的因素 不要搞 1313升得不錯 看幾位吃 九個二號半先說話 1717 1313 1398 Worth In 好視乎你覺得市點 我暫時未敢 直到現在這一刻 都未敢說市是見底 彈就彈先 我都是會集中在業績股為主 你說我老套都是這樣說 3323入了怎麼辦 823怎麼看 823好 一向都好 破定了 又 那還需要什麼說 沒有東西需要說 買吧 是吧 874沒有貨入得 就是今早講過 經常都不看節目 大約 約股到現在都是弱 太多陰賣 我不是說基本因素變了 但是短線是弱 好了 大致就回答到 不過我記得 今早已經有人問日清了 1475了 所以我回答你 你看到一村4.1那些位置 棒棒聲下 去到什麼位置有支持 其實3元頭 橫行這些位置 因為中間其實都沒有什麼 怎樣磨過 好了 我報敗準拓數給你了 因為這樣跌 其實我都知道你心方方 那 如果要看重倉的話 3元至3.4都很重 那如果我是你的話 就 不要加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 不衰衰了 就 看緊少少3.4 看著3.4 應該都來到重倉支持 差不多 那你自己如果輕鬆的話 照顧著先 先去廣告 因為今天都好像有兩三個電話 正在等 一會兒聽大家的電話 好 回來了 現在恆生指數就半天了 就升了119點 0.42的百分點 28368 28368 如果從一個恆生指數的技術分析角度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整個早上就看著兩條線 一條叫10天 一條叫20天 28307 28350 即是說 Touchwood 兩條都 踢踢 踢 先掌握你的貨 聽電話 電話旁邊有張生 張生你好 喂 是 Steven你好 早晨 怎樣 剛剛2333就解答了 想問 8545 8月集團 8545 8月集團 甚麼來的 之前 新股來的 前陣子做開一些 模型手辦 那些東西來的 我看到他有間新通 跟他 成本價是 0.08 八角先 前陣子 他大概就說 老闆 剛好遇到他 然後他就幫他上市 然後 之後就 新股地上市 之後就抄起了 前陣子插得很厲害 然後 現在我想看位 我看甚麼位置 入 老闆有沒有說 為甚麼插得很厲害 老闆有沒有說 為甚麼插得很厲害 我當然是沒有說 這些東西 那為甚麼你會想入 我為甚麼 因為我猜 我看他那份 share offer 就說 看樣子 很大機會 看樣子 應該都是那間 新通 即是新通那間 基金公司 包他上市 上市都要兩千多萬 兩千多三千萬 那 按道理 應該 他應該都 但他現在股東禁售期 禁止去 一年之後 禁止去 下年 5月31日 計算 他應該遲些 都要抄起他 那現在 看看 低級 低級些 我們看看 會否會抄上去 下年 下年 我呢 你平時 跟慣我的人 不只是很少說八字 就是情不說八字 不過我覺得你的故事 這麼吸引 我跟你 即管 跟你一齊瘋 一下 一年後 share offer 現在上市兩個月 你意思是否 即是說 下年五月底 我 也是 你現在八月十日 都未夠 老闆 你拿著八字 打算現在吸納 然後炒到 下年五月底 我會說 首先市 不知道想怎樣 第二 八字頭已經嚴重打了 discount 第三 就是你那份東西 不是內幕 雖然我堅持 所有人 不要想著自己 有內幕消息去炒股 但你那份東西 不是內幕消息 是公告 你那份東西 是人 只要按上網 懂得上網 都看到的 都可以知道的 但是股價就沒有動 你覺得 究竟那份東西 是否有利好的價值 哦 是啊 不過我就想看下 會 會 因為我看 看那個 新通 即是開了 那間基金公司 開了 十一點幾百姓 那間 我看他的樣子 怎麼都不會插得低於0.08 不過前段 一毫半指 最低位一毫半指 我又 那段不多 不閒就沒有入 我只可以說 首先 新通 我真的 真是 會來老鼠 真是 不知道是甚麼 第二 就是 第二 他為何不可以 輸錢 哦 大家公平 公平討論 我媽都不知道 我自問 我其實 第一天知道 有百月集團 所以 我純粹 和你百指一張 叫做 吹水 為何新通 不可以輸錢 為何他一定會 炒 因為那間新通 其實有上市 那間 我不知道 那間 那間 新創頭 或是甚麼 中國新創頭 或是新創容 上市 那間是全資資公司 是 我建議你 建議你 買回正老爺 真的 八指頭 那些我也是 小柱玩 那些 提供過玩 如果你問我 一元 如果 譬如我有一百元 我喝茶 一中兩件 我都不知你 你甚麼叫小柱 我認為 不要搞這種事 是 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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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多謝你先 張先生 高風險 高回報 高風險 高回報 你只看到後面 這半個 你又不記得前面 那半個 小心點 按比例 你有一百元 拿五元去賭 沒所謂 那真是 自貶 自貶 好 麻煩你 預祝你成功 好 拜拜 總之 不是我杯茶 我不會阻人發達 亦都不會說 你一定不可以買 總之 我從來都不搞這種事 留意 又看回你們的問題 個別其實還有問題 回頭再接電話 五百一 那怎麼辦 怎麼做 六個六毫八 繼續彈就彈住 二十七上網多少 剛才說了那些風底位 不要搞了 好視乎業績 上網 六十齊頭 給個齊頭駕你 聽電話 鍾小姐 我們戰隊代表 近來的師傅 你杯茶來了 是啊 你又知道 是啊 當然 就是這樣 好啊 這些技術性探討 我最喜歡 說話 今天有什麼動作 二三八八 加二三八八 你是不是真的 昨天一吃飽飯 第一秒開始 立刻 進去 三十八個半 三十八個半 厲害 我一聽你的駕駛 我就知道你真的 立刻進去 是啊 我還要幾重成本 哈哈 是啊 為什麼這麼重 為什麼這麼有信心 因為你 厲害 我說得好像很有大條道理 哦 不是 如果我早知道 有幾手準備 我就留下子彈 不過也不要緊 這隻也很好 都是錢 在這裡賺一樣好 是啊 那我應該加他 今早有沒有加 不過我 老實說 我今早 如果你在谷 你都要看到 看到 如果從五分鐘式試圖裏面 抓到大概 三十八個六毫半附近 那些位 想加就加 其實不加也可以 因為 老實 三十八到 昨天領軍到三十八個六 其實 唉 差了一點點 如果夠貨就不用加 看看你什麼心態 就是今早 摸不清他的股市 怕被他認識 那是的 那是的 其實現在我都不是很清 不過我總是覺得 人民幣好了的話 市未必會太壞 其實上陣跌著 是的 但是他的陳訊又升得這麼厲害 是 在這裡拉鞋拉鞋 所以今早 就不敢再貌貌言入市 是的 你知道 阿欽又說了那些 那些壞事 那你又震一震 自己不要那麼狠 今天就在那裡等收績 不用每天都很狠樣的情況 不是 是不是經常有這樣的機會 是的 如果有這些機會 要珍惜 請留意 今天股份 其實昨天就升破了38.7 今天呢 試過38.7底下又回復 收復 為甚麼無端端說38.7呢 雖然 就不是說真是金科肉 但是呢 留意38.7這些位呢 嚴格來說是條250天線來的 即是所謂的牛熊分界線 老實 現在市都未曾可以收復 而是一隻股可以收復 都算是強野來的 還有你看看今天 恆生的成交都仍然在爆 我明白 即是我純粹呢 我覺得呢 就看著恆生來炒 中人香港 嗯 那你的恆生還在爆 今天5.6億成交半日 其實今天的半日 都等於昨天全日 很厲害 那我就會說 這隻恆生都這麼得 而中人香港未出業職 又未破頂 再得些 其實我 都要出幾次出 其實 沒有人知道 就算現在這一刻去按AA stock 都是未知 如果 你先說其他事先 我順便找一下 究竟他上年今日 是甚麼時候出業職 你說一下你今天 有沒有甚麼物色 我今天想問你 今天有甚麼物色 有甚麼 那就是我問你 你又問我 我當然問你 你最近很禮 我問你R number 暫時 今天 嗯 普通 普通 真的 剛才你如果異動 真的只有燃氣和油服 但老實 油服 它大漲大跌 但就很難捉 是啊 我今天有留意 有留意華人水泥 好像星期五業績 其實可以的 如果你說 譬如今天 就是油服和燃氣 是強 但呢 是可以回想回 回想回 以前玩的那些 譬如五八一 一三一三 不過 真的 抵抗一下 少許 要你不要太進取 就是說 上證 上證 今天還是立 上一浪 我們怎樣炒的呢 上一浪 我們呢 A股強 還有資金 湧入去 周期性的板塊 鋼鐵水泥 但是 你見今天為止 就 站到 可能因為這兩隻 其實都是分別 在水泥和鋼鐵裡 比較強勢的 我會說 搏一下 搏一下 一三一三 其實輸你不死 因為它這麼強勢 它到時 業績如果是 驚訝的 那就再升 如果符合的 或者平平無奇的 正路都不會死的 明白 譬如說 昨天偷步 我昨天偷步 今天雅生活 好像說出業 我昨天偷步 不是很像說 是真的說 但是情況 不知中午還是下午 我不知道 我怕見光死 老實 老實 你也知道 昨天到今天為止 我仍然覺得內房 其實真的很個別 恆大有它的因素 炒排息 但是如果你說要追其他很殘的內房 以至到都是跟內房很貼身的服務 我都沒有的 過了業績 站不到就走 雖然一出了之後 不行的 就馬上走路 因為昨天升得很精彩 類似 昨天我的愛顧壁局 真的升得很精彩 你不知為什麼 有些第二隻都不肯買 始終都要買回它 不知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要改改這些怪癖 六、六、九、八 即是買回哪隻 怎樣都要買回原來平時炒開那隻 是啊 這樣也不是怪癖 人是 即是 你有個盤感 你熟那隻 你知道的range 不會走得去哪 你大概知道多少 走多少入 但我明知道內房 他還有抓住碧桂園 我明知道是死的 這樣也是 但我又不知為什麼會去買它 因為昨天升得太精彩了 所以我真是對不起自己 一路炒上來的東西 始終我本身有想過買1778 但我又怕那些不夠他糞快 都是的 都好像實力一點 即是波幅有幾格跳下跳下 始終有些沒有 即是有些買賣成功都比較疏落 習慣了大顆東西 對 因為你呢 我懷疑你們整個戰隊富可敵國 你這麼大筆錢 你這麼大筆錢 你不能夠買些太吵架 太吵架那些 我怕你出不了入不了 是啊 沒有什麼了解過 還有決定的時間 決定得很急 始終都是你大大 你平時的做法 為什麼你可以超短炒 因為你資金大 你吃幾格 都是買一些大東西 強的東西 是啊 還有穩定 我看到他出入 又有固盤賣盤 就是安全一點 就是啊 還有趁星市 還不丟他一筆嗎 就是這樣 是啊 師傅你今天的號碼 就是 但油股很論盡 我不會 只是說說 我普通油服的 但是你那隻 你那隻 太古明天出 是啊 我想可以的 我想可以的 那好吧 那我待會 趁他低一點 我便撲進去 還有最後回覆你一句 中人香港上年同時 是8月30日出業績 哇 那豈不是有時間炒 鬼之 可能每天升升到8月30日 我想問 師傅最短炒的目標價幾千成 其實我覺得呢 老實 我這一期入得 你也知道我到現在 我仍然覺得 市患得患失 我買得它呢 我真是可長可短 我才買 太古地產都一樣 就是我看月線圖 你就知道 其實我是 make sure 一個必要時坐艇 都不會死人 其實入那刻 已經是這樣想的 那你也知道 真是可長可短 沒有的 短線就是看著 大概早前的 41多 41個半 附近那些位置先 OK 逐步逐步來 恆生都破得頂了 那不差得很多 我將市回去 跟著回 我就是說 過去這段路的市 雖然成這樣 但是你想想 我現在開個月線圖 他基本都是橫行 有些線圍擋著 撐倒下 他有波幅 對我炒轉 不會回得緊要 就這樣說 我加完他 然後又製位賣去 更好吃 又可以 不過 應該 我現在暫望第一 暫望四十 不過一會兒可能 隨時加了 恆子一升 我就有加 先加一隻中文香港 加油 大家加油 好 你這陣子都成功了 我剛才看到你笑得很可愛 師傅 嘩 姓蘇妖嗎 現在 是 都是找回古把 我看到你 忍照忍得很可愛 是 好 即是上了電話 是 就這樣說 好 好 多謝師傅 拜拜 好 節目來到這裡 每一天overrun 都一定要聽完 戰隊報告行蹤 下午 希望恆生指數 都是維持升幅 今天真的不用多 上證下跌 你想怎樣多 不會多 但只要升 我都相信是因為人仔 希望人仔做好些 衝穿6.8 威威 下週 3點45分再見 拜拜